糟糕了 手機落水壞掉了 螢幕不顯示也不能控制 現在該怎麼辦 不僅民眾常遇到這樣的狀況 藝人方文靈也碰到了 臉書PO文說女兒手機落水不能開機 她可煞費苦心 上網找偏方 死馬當活馬医 把手機放上廚師機 竟然過了五到六個小時 手機突然能開機了 底下網友也分享 有人說放進米缸也有效 也有人說吹風機吹一下就好了 有嗎 我們硬硬破解 泡水手機實際放上廚師機 兩個小時過去 實際把泡水手機 放到了廚師機上面來轟看看 現在可以看到 他雖然已經恢復電力 但是所有的功能都沒辦法使用 但是他這個手機 可能他泡水的情形沒有很嚴重 沒有泡到主機板 或者沒有造成裡面的電路板 電路造成短路 專家就說這還是要看 手機的泡水程度 再加上一點運氣 如果是放進米缸 還有可能讓米粒粉塵 跑進手機裡 用吹風機更可能把水分 都給吹進電機板裡了 專家就說 正確做法是把手機趕緊拆開 把電池拿出來 或是直接擦乾 垂直靜止 讓水分從手機孔裡面流了出來 但千萬別在這個時候 按按鈕或是關機 否則會造成水分滲透進去 手機用到水一定會有厚餘症 因為它本身基板是金屬做的 它會產生鏽死氧化的情形 手機泡水狀況白白款 專家真心建議 送修才比較安全 聽大家說不如聽專家說 偏方還是看看就好 這有黃金章 林佳慶 本週報道